本音评由东方神剑号制作 第720章 隐性疾病 你们窝国不是喜欢学习华夏的文华吗? 你难道不知道? 古代中医可以通过望、闻、问、切来判断一个人身体的好坏 你不相信是吧? 很简单 做一次心律排查就可以了 叶浩轩淡淡地说 安小姐的时间很紧 你不清楚吗? 安小姐 你不要听他胡说 我可以用人格保证 你的身体绝对没有问题 牧村道 叶医生 我确实是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 是不是? 你误诊了 安宇竹问道 我不会误诊 而且我可以负责地告诉你 因为你长期作息不规律 所以你的心脏负荷已经达到极限 我建议你马上住院接受治疗 越快越好 叶浩轩严肃地说 这 安宇竹看得出来 叶浩轩并不是在开玩笑 况且他又是宁巧的朋友 他相信 他绝对不会胡说的 他不禁看了安小一眼 你说的是真的 宁巧问道 你以为我有心情给你们开玩笑 叶浩轩摇摇头到身体是自己的 我建议你取消这一次的演唱会 用中医疗法 我可以保证万无一失 笑话 你们中医 连感冒发热都要几天才能见效 如果真的是心脏病的话 用中医只会让人死得更快 牧村冷笑道 你不相信中医能治病 这家伙接二连三地挑衅叶浩轩的耐心 叶浩轩的脾气被憋出来了 这个家伙 还真的是给你三分颜色 就敢开染房啊 我不相信 牧村傲然地说 那好 治好你的喉咙是吧 给我五分钟时间 我让你的声音变正常 叶浩轩转身向安宇竹道 真的 那就麻烦你了 安宇竹并没有把心脏病的事情 放在心上 他觉得叶浩轩有些威严耸听 他自己的身体 自己清楚得很 他没有一点感觉 叶浩轩取出金针 在他手腕上刺了下去 然后轻轻地碾动这金针 针气度了过去 事实上 人体上的穴位是互通的 只要你懂得以气预针 那些小毛病 可以刺任何地上 都可以治好的 好笑 喉咙疼 扎手腕 这是我今年见过 最奇葩的治疗方法 牧村摇摇头道 叶浩轩不理会他 他的针在安宇竹的手手腕上 停留了几分钟 之后便拔了下来 用酒精棉擦拭消毒 安宇竹只觉得嗓子处像是火烧一样 酒热 过了五分钟后 那股酒热感便慢慢地消失 之后他感觉到嗓子处一阵阵地清凉舒适 之前那种刺痛的感觉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你可以试着开口说话了 叶浩轩道 安宇轩点点头 他清了清嗓子 感觉嗓子十分清爽 他开口道 现在感觉好多了 话一出口 就连他自己都愣住了 他说话声音清脆自然 完完全全没有一点沙哑的感觉 而且之前因为感冒有些发紧的嗓子 现在很轻松 我好了 我真的好了 安宇竹又惊又喜地说 一边的牧村看得木凳口呆 他半天回不过神来 虽然安宇竹的感冒是小毛病 但是有时候却很棘手 就算是让他来治 没有一晚上的休息时间 他也是治不好的 宇竹 听叶医生的话吧 给公司打电话 演唱会取消 然后去医院 宁巧严肃地说 安宇竹一愣 他这才想起 叶浩轩说 他身体有影集的事情 叶浩轩录这一首 超出了他的认知 他已经信了叶浩轩的话 他的身体 可能真的有问题了 但是他犹豫到 叶医生 之前质疑你是我的不对 我向你道歉 你看我能不能再坚持一晚上 就算是有病 我都拖了这么久了 也不在乎这一晚上是不是 叶浩轩摇摇头道 安小姐 病来如山道 病是不会给人时间的 你的情况已经相当的严重的 我保证如果你今晚坚持不到演唱会的一半 看叶浩轩严肃的神色 安宇竹终于意识到了他身体的严重性 他开始有些慌了 宁小姐 我说过 中医治疗小毛病可能会有些手段 但是大病上绝对没有发言权 不要听他胡说 牧村道 牧村 你不觉得你的话有些虚伪吗 叶浩轩冷冷的说 我虚伪 我怎么虚伪了 牧村的华夏语本来讲得很好 但是他一激动 就会有些口吃 说话有些生硬 你对你的医术自负 你认为你看不出来的病 别人肯定也看不出来 所以你极力反对我的看法 对吗 叶浩轩道 你胡说 是不是你觉得你的医术很了不起 又或者说 你觉得你们窝国的医疗水平 要高于华夏 是的话 我现在都可以告诉你 你们窝国现在所谓的先进医疗水平 给中医提携都不配 叶浩轩毫不客气地呛了他一通 胡说 我们窝国的医疗是全世界最好的 你们华夏的中医根本不入流 叶浩轩的话 说到了牧村的心里 他的脸色有些长红 虽然窝国人有些时候 算是有素质的群体 但是有时候太过于自负 他们总是认为 自己国家是这个世界上 头脑最聪明 最团结的国家 虽然战争结束了数十的 但是他们骨子里始终认为 华夏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地方 所以 他排斥叶浩轩的话 不错 你们窝国确实也有过人之处 但是说医疗是全世界最好的 这话未免有些拖大了吧 你难道不是世界医疗协会的会员 叶浩轩问道 我当然是 这是我的殊荣 提到这件事情 牧村不自由主的挺了挺胸膛 他的医术确实有过人之处 所以加入了世界医疗协会 为国争国 为此 他们国家的政府高层还特意奖励过他 这对他来说是无上的荣耀 既然你们窝国的医疗水平是最好的 那为什么你还要以加入美国的医学协会为荣 世界医疗协会为什么要以美国为中心 而不是为你们窝国为中心 叶浩轩问道 这 牧村被叶浩轩问得哑口无言 一个民族无知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他们狂妄自大 叶浩轩冷冷地说 如果你的医术真的有那么厉害 那么 你也不会因为若干年前的误诊 而让自己不举 牧村的脸上满是震撼 他大张这嘴巴 一个字也说不出来了 他被叶浩轩的话给弄猛了 不错 他是不举 而且造成他不举的原因是有一次窝国地震 因为他身边一处建筑物倒在他身上 之后他的小便一直呈现出酱油色 他认为自己的情况是肌肉溶解症 所以就采取了相关的措施 但事实上 那次地震他伤到了蛋蛋 因为他的误诊 所以导致他的蛋蛋坏死 虽然之后移植了一颗 但是软祖之受损太重 直到现在 他还是单身 你 你是怎么知道的 牧村震惊之余 顾不上身边还坐这两个 如花似玉的美女 他急切地问道 我不仅知道这些 而且我还知道你半年前因车祸摘下了皮脏 但是因为摘取者水平的原因出了事故 所以你现在的免疫功能极差 叶浩轩又道 你 你到底是怎么知道的 牧村再也无法淡定了 我之前说过 中医看病不需要借助任何医疗器械 只通过望 闻 问 切就可以确诊一个人身上的疾病 我便是通过望 从你身上看出来的这些 叶浩轩淡淡地说 牧村沉默了 叶浩轩说的都是事实 他之前是因为车祸做过一次皮脏摘取手术 他是一名合格的老师 为了让自己的学生有实践 所以就让他自己的学生大胆地去为他做手术 只是没有想到出了事故 这次事故导致他直到现在免疫力都十分低下 看牧村的表情 安宇竹已经确定叶浩轩说的都是实情 对于叶浩轩的医术 除了震惊 他真的不知道用什么来形容了 想到叶浩轩说他的心脏很严重 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他的心情就十分的低落 安小姐 你是宁巧的朋友 而且也是即将迁入宁巧公司的一人 如果不是这个原因 我绝对不会再说什么 因为没有医生求这病人看病 如果你还觉得你的身体没问题 那好 你按在第三根柱骨下六寸处的穴位 如果你三秒钟内没有异常 那就当我是误诊 叶浩轩淡淡地说道 安宇竹有些木然地按照叶浩轩的话去做 他的手放在了叶浩轩指定的位置 然后轻轻地按了下去 不到三秒 他觉得自己的心脏一抽 一股钻心的疼痛让他几乎晕掘过去 他一声惊呼 跌坐在椅子上 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 他的心口像是被刀脚一样的疼 而且浑身冰凉几乎没有一点温度 他额头上的冷汗瞬间便躺了下来 叶浩轩连忙走上前去 在他的后心处微微地一按 然后度过一丝真气过去 真气一度过去 他只觉得一阵热流瞬间流变了全身 他这才感觉到身体微微地好了一点 再次见